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yantori 我們今天要來講 日本為什麼不出國喔 為什麼不出國喔 妳有其實很驚訝日本不出國嗎 我沒有耶 因為我突然想到說我中國人都有在出國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一天突然發現說 哇塞他們的護照池有點好低的東西 我男朋友也就這樣 他只有一次出差去過越南而已 對 因為妳現在是拿日本護照啊 日本護照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而且他已經連續好幾年拿到 世界最好用護照的當兵器官員 因為他可以不需要簽證去193個 超級多的 國家跟地獄耶 妳太厲害了吧 很厲害 台灣就有點可憐 對 台灣滿難去的 因為我還記得不小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也比較熱衷出國 我現在也是也比較不熱衷出國 我以前熱衷出國的時候 我有想過要去譬如說越南 或者是墨西哥 越南還滿麻煩 還有希臘 但是我發現這些國家每一個都要簽證 要啊 而且因為我在日本 我還必須要去日本的那邊的大使館辦 對不對 然後我還記得什麼墨西哥好像很難辦 反正就是查了一下就覺得心生確異 但我還是有去耶 妳很厲害 但因為我有時候我滿容易懶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那麼的激起的策劃旅行這件事情 所以那些東西就閃過在我的腦海 然後我就不去了 對 因為其實去日本的大使館辦的這還滿麻煩的 後來越南是因為可以辦落地簽 就是妳在網上 網上先進行辦落地簽 以前不行嘛 以前不行 對 所以妳看他們的護照這麼的好用 但他們都不辦耶 我前夫跟我炫耀過這件事情 他們有護照嗎 他有啊 他也算是會出國的 所以我們比如說面前也是有去國外嘛 出國 沒有人去哪裡 紐約 對 我都忘了 對 然後我們也有一起去過巴厘島 但他也是他小時候他爸媽也從來沒有帶他出國 但感覺上應該小時候都沒有出國過 因為爸媽感情不沒有 但我跟你講就比如說小時候你就沒有那個出國的習慣 沒有人會帶你出國你就不會想出國 大家也沒有聊過任何有關國外的任何話題 但他就是以前一直強迫我要歸黃 喔 對 然後他就說我們的護照很好用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爽 結果妳在跟他分手之後才歸黃 對 因為我最討論別人叫我做事情 我知道 欸 那他們的護照成立到底有多低呢 只有19.幾%吧 嗯 最低的時候大概只有17% 就是全人口嘛對不對 因為比如說嬰幼兒可能也算在裡面 那當然不會到每個人都有那一本 欸不到兩成耶 很誇張吧 對啊 我那時候就想說兩成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概念 然後我就查了一下其他的國家 其他國家其實我們比較熟悉的美國 也沒有我想像中的多 美國我以為更低耶 真的喔 他其實有變高 他以前更低一點 以前好像大概只有四成左右 我現在也是才45萬 沒差多少 因為美國也是一個對自己的國家以外的國家 沒什麼興趣的國家 而且我覺得美國的話 頻度差距比較嚴重 但是韓國也大概是跟美國差不多 就是 韓國那麼低喔 他們的護照那麼好用耶 可是跟日本比起來是日本兩倍啊 台灣是多少 台灣是六成 台灣超級多 只是60 因為很多 然後 很誇張耶 更高一點的就是什麼 加拿大 加拿大大概66 加拿大為什麼那麼多啊 不過加拿大確實也是一個對國外很有興趣的人 因為他們很容易去吧 我覺得 對對對 就是歐美 對 然後還有英國也很高 英國就76 嗯嗯嗯 但歐洲其實可以理解啊 因為都連在一起嘛 實際出國人數呢 出國人數 應該是 應該是更低吧 因為你看我男朋友空有一本 現在就真的低到不行 因為疫情過後好像說有 重新回籠也才277萬 一個月 一年嗎 哇 2022 但後來查了一下 就是在疫情之前大概是2000萬人左右 嗯嗯嗯 然後2000萬 可是他們有一億人 而且2000萬很多人是就是 原住力的人貢獻了四次什麼的 對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其實也差不多是兩成嘛 然後我就來想說那台灣到底是多愛出國 就看一下台灣人真的很愛出國 台灣在疫情之前就大概1600多萬 哇靠 是不是很厲害 我跟大家說其實是台灣比較誇張 台灣跟日本處在 共同處在這個光伏的 兩側大的階段 對就是特別愛區的跟特別不愛區 我們可能需要找一些美國人訪問 對 為什麼不出國 我們大家來仔細探討這個問題 大家都會說因為日本是島國 不太容易出去嘛 但是其實台灣也是島國 對啊 所以你四面黃海不一定只是 就是這個藉口 沒錯 只是日本真的有點遠就是 因為極東嘛 對對對 他飛 他比如說我們台灣覺得東南亞蠻近的 就你往上飛你就飛日本跟韓國嘛 然後你往上飛就會飛 而且其實澳洲也很近 對 對可是其實日本他有點偏上 所以他其實對去哪個地方都算是還蠻 無敵比利遠的 對對對 去台灣跟韓國比較近而已吧 對 所以難怪他們都基本上只去這兩個國家 因為其實去香港你要五個小時耶 很遠耶 就會覺得不太值得那種感覺 對 就是你覺得你要忍耐很久的那個旅途 一種是他其實有一點點興趣 有一點點 那麼一點點的嚮往 但是他有很多卻步的因素 就是讓他不去 這個我覺得還比較能夠理解 然後我看到第一個原因我就笑了出來 對 因為他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嗯 治安問 他這個治安指的是像口供啊 之類的事情 就是在法國跟西班牙都有 還有英國 對一連串的口供嘛 而且是連續的 就是 一個禮拜之內發生了很多次 然後那個時候 就非常的害他 之後 他們其實原本還蠻喜歡去歐洲的環境的 後來就不去了耶 我跟你說我剛好可以提供例子 因為當年我要去法國研修 2016年 嗯 秋天去嘛 我一點都不覺得那種什麼好值得擔心的 只要不要剛吵在那個地方就好嘛 但他們 真的我出發前就說 你不會很擔心 不是有恐攻 然後我想說 歐洲那些 他們都是一些小的汽車炸彈 但這個機率很滴 然後他們可能說啊 會不會被槍啊 更早以前的日本人會覺得 只要去美國就會被槍抵住 到現在還是這樣覺得 對 最近幾年 真的台灣很像 很突然 他要去喔 他就會一直跑來問我 主要問什麼問題 超傻眼 就有一個男生 是我們的那種freelancer 然後 他就說 喔我現在這次要帶我的小孩 還我的太太去台灣 應該是那種第一次我在那邊 然後 欸我就想說 你們台灣治安好嗎 他們這什麼問題啊 其實還蠻失禮的 對蠻失禮的 可是你知道我習慣了 我習慣了他們的無知 我就跟他說 比起日本的話 這可能高一些 可是我在台北 然後鬧區 我晚上一個人走在路上 我都很安心 嗯嗯嗯 然後我說 你進人車的話 你可能要記一下他的車號 對 好好喔 言語的壁 這個就沒辦法了 沒有問題 他們真的是一直很害怕 講不出英文來 可是說實在 那又怎樣呢 嗯 每一個國家的人都差不多 對啊 而且其實 他們英文的水平 其實也沒有到特別低啊 對 其實不敢講 不敢講 而且他們很擔心說 我講出來 他聽不懂 是不是很丟臉 你怕丟臉什麼 並不認識他 對啊 而且你出國 跟一個瓶水相逢 你在那邊丟不丟臉有什麼差 對啊 他就是一個 特別害怕發生危險的民族 所以 這個言語的 造成的窘境 就是對台來說 是很多的風險這樣 他都不想 欸 其實很多人來日本 然後大家都不會講日文 然後大海民就知道 日本人那麼的怕講日文 我們還是冒著這個風險來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 就是像一些比較敢去的那種 就很厲害 他不會講日文 他從頭到尾在國外 他都講日文 對 那他還是可以匕首畫的 還是可以勾畫的 一個態度啊 一個態度啊 對 所以其實都是藉口啊 對 而且其實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我跟水爺 就是30歲的時候 去法國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哇塞 還好我們有學日文 因為學日文 點菜好方便 哦 對啊 他其實那個都是照班的 所以看得懂菜單 尤其是歐洲的菜單 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沒錯 意大利跟法文 都是因為這樣子 對 點菜變得比較方便 你就會唸一唸 然後就 啊 是這個 對 小時候真的雖然英文 有學 但是你看不懂外國菜單 看不懂菜單 所以我們學日文 都不就看不懂 真的沒錯 但是本來應該會為這個驕傲 應該要多去做國菜 不是真的 沒有 對 所以他們就以這個為由 就覺得 嚇 嚇 不敢去 全部都藉口啦 現在都講比較表面的問題 最後我們再講比較深層 對 沒錢 沒錢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喜歡 然後他們有很多藉口來解釋為什麼沒錢 就比如說 哎呀薪資二三十年都沒有漲啊 然後日幣又別人真的很厲害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 國內也很貴啊 對啊 就是國內機票跟 現在不一樣啦 因為現在機票有點貴 國外的 但是 以前有證真的是你 非台灣跟非充成是差不多價錢 差不多啊 但是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 對 然後而且 而且有日本國內旅館超級無敵 爆貴